大家好 我是Andy 今天是2023年8月2日 星期三今天在拍影片 和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恆子今天走勢 看見恆子今天是低開了 低開了之後 一隻跌到那條89MA 跌了493 點收市 還要收到89MA以下 即是收到5MA以下 跟原本的數法不同 現在的看法就是 有機會是走勢 二浪調整還未完 這裡是1 這個應該沒問題 這個可能是2A 這裡是ABC 是2B浪 還差2C浪 才開始3 主要是因為 道指 有些位置站不穩 看看道指 看看道指 一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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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6日都站不穩 一線圖 然後站不穩 就確認不到 它是上升的3浪 看到有這位 1比1的位 如果它是 如果它站不穩 去到1比1然後站不穩 它有機會這裡是一個ABC 看看它如果是ABC 那前面又是什麼呢 前面又是一個ABC 那這裡是S浪 這裡又是ABC 那就是它是一個WSY 它在這個位置走一個WSY 那就是說它是 一個B浪 因為在這些位置這樣出一個WSY 那它就有B浪 即是這裡WSY 構成一個B浪 而前面這裡是A浪 那裡面是A B 現在是準備走一個C 是準備走一個平台浪的C 那前面呢 這裡是一個1浪來的 那1浪呢 跟著2A 2B 再塗一個2C 那才會有一個3的 那所以後市呢 都是 可以再破頂的 那但是問題就是 它會走一個1 2 3 4 5 那才再上 那這裡可能會跌得多的 1 2 3 4 5 這個C浪呢 可能會跌得多 那如果它 如果是一個順勢的平台浪呢 A B C 希望它跌得不要太多 那 就 看回1浪的位置 這個是1浪來的 1 然後 2A 2B 2C 這樣才會上個3 那 那 就 剛剛才轉的 2C 那如果站到1比1的位置 就 未必會有2C的了 這個 就未必有的 如果站到1比1的位置 但是它連續六天都站不穩 那 所以這一點呢 就令到 恆子是 恆子是 沒有再繼續上升的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它 這裡呢 一直都站不穩 1比1的位置 那 就 構成了 這個整個是一個反彈浪 那 還有一個C的 如果C1 C2 C3 C5 就這樣看下去呢 都可能會去回34000的位置 那 就是 可能還有1400要跌下去 那 也有機會 那 周線圖呢 那 說回這個1 2A 2B 那 有個2C 才是上的3 那 有沒有辦法可以是排除到2C呢 那就必須要站穩 1比1的位置 必須要站穩1比1這個位置 看到連續6天都站不穩 自從它第一次試之後呢 連續6天都站不穩這個位置 站穩了的話呢 就應該大機會是去1.618這個位置 但是站不穩呢 應該會是有一個C的 可以是 那 先再上 那 有個平台浪C的機會會大一點 因為它 如果後面是有個3浪呢 如果後面是有個3浪的話呢 那 它現在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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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又不夠了 要再上的話就不夠了 所以有個C狼調整 讓它可以MACD線下低一點 這樣才會有比較多的空間上去 所以重要的位置都是留意著它的導指 這個日線站不站到35600 要站到35600才可以的 35600 收視收在上面才能確認它繼續上 到時才會理好恆子 另外我們看看Patreon分享的圖 今早就主要是用之前的數法 這裏是1、2浪 2浪和4浪是有關係的 是有彈彈的 1.618 這個是量度的支持位 把4浪和2浪比較 它就去到19800那些位 它是彈一彈上去的 但問題是彈上去 因為要直至到它真的收視收到羊竹 這樣才會轉回看好的 否則它彈上去的那一刻 其實都是反彈的 看到 假設這個是一個失敗5浪 如果它是失敗5浪的話 即調整由這個位置開始 陰、陽、陰 要出陽才可以的 直到它要出羊竹 這樣才是一個陰、陽、陰 這樣才可以再上去 如果這裏不是失敗5浪 而是那個 下跌2浪的話 即是高位在這裏 然後是下跌1浪、下跌2浪 下跌3浪、下跌4浪、下跌5浪 這樣的話 就要等它這個下跌5浪 沿了陽竹 這樣才會有個反彈B 最少要有個B 即是這裏開始 1、2、3、4、5 這樣已經有個推進浪 那它最少都是A的 甚至乎是一段都可以 保守看是A 然後它要反彈一半 通常反彈一半 接著會再下C 這樣才會有機會轉上去 看看即時圖 看看即時圖 一四小時圖 它去到現在 現在還未收到陽竹 看到 現在它只是 這支巴 暫時都在呈現陽竹 但是它還未收市 如果收市 它真的收到陽竹 那就有機會做反彈 看到是 陰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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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陰 如果收回陽竹 那這裏的 1、2、3、4、5 就完 完的話 就會反彈一半 那這裏的 假設它現在收到陽竹 就會反彈一半 即是 會去到 19,900 左右 這些位 大約 三百幾四百點 上去 然後再下 這裏的 已經構成了 一個 向下的推進浪 所以 應該就最少 最少 有個 B和C 現在 有機會繼續上 它也是 去到一些 MA 看到是 小竹圖 去到2、3、3 MA 站一站 可以穩 然後 然後 因為它那個 下跌三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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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浪的1.618倍 看到 這個3 就是 1 1.618倍 所以 量度5浪 可以用1浪去量度 把它放在4浪的位置 看到 5浪 就會是 1浪的 1.618倍 所以 看到 跌穿了 19456 之後 跌穿了 19456 之後 就有 支持 跌穿了 這個虛線位 即是 19456 它有 支持 同時 也是 233 MA的位置 所以 這裡 轉向的機會 都大 如果 轉向 應該會 反彈 反彈 50% 然後 去 199 那 才 再 下 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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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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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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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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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差一點的看法可以是怎樣 看月線圖,再差一點的看法就是 它還未完成這個條繩 這個條繩是這樣 WXY去下的 即是說這裡是走一個 A,B,C,構成了W 看到它的反彈是 少的,也不夠70% 所以它是一個 雙績 裡面的一個 X,還有一個Y Y也是一個績,即是一個A,B,C Y要去到W的 Y要去到W的 90% 即是16,064 這個是最差的 最差的看法 那要排除這個的數法 當然就要盡快站穩 一些 一些 阻力位才行 看到四小時圖 那就 是趕到這個位 今早 即是說 把這個2浪 和這個4浪比較 去到19,800那些位 曾經有些反彈 彈得都比較高 彈回去 就是它由1.618 1.618這個比例 它彈到差不多去到1比1這個比例 看它彈到 去到什麼位 最高是 19,987 那就彈了 180幾點 就是這個位 反彈到180幾點 然後 其實 操作上 其實可以趁它彈得這麼高的時候 而這些bar 有未收的時候 在高位的位置看淡 因為它很少 上一支是陰竹的時候 下一支 就會收一支很長的陽竹 這個 比較難 如果它這一支bar 要收一支很長的陽竹 通常上一支都要是陽竹 這樣的情況 譬如這裡 這支是小陽竹 下一支才可以是一支大的陽竹 這樣 所以它上一支是小陰竹 通常下一支都比較難是做一支大陽竹 這樣 所以它 既然它彈了這麼多的時候 其實在這些高位 其實可以是 也都未碰到1比1這個位 上面也有ma 那 那 最多它也是可能上到ma 然後回回來 或者上到這個比例 回回來 所以這些位置 操作上是要看淡的 因為它這支bar還未收 如果在這些位置看淡之後 它最終真的收到陽竹 這樣才轉回看好 都還未遲 所以這些就是一些操作上 時間上是要這樣去看的 因為始終那支 那支竹 還未收就是 還未收 收收竹的時間都是一些關鍵的位置 還未收之前 你都很難說它一定是收陽竹 那它 彈了之後就下去 即是說 這裡的 陰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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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陰是未完 那 就算去到現在都未完 那看到它又是 去到1.618 它有些反彈 那看到它去到2.618 它也有些反彈 那情況也一樣 現在這樣 彈高了 其實都是 可以是趁現在這個時候 是看淡的 但是最好不要趁它陰陽竹的時候看淡 是趁它陽竹 即是像現在這樣 趁它現在這樣的情況 就看淡 因為它最終可能會收回陰陽竹 那當然現在看淡 就會相對這裡這些位置的危險 因為它這裡的1.2.3.4.5 這樣就已經是 都長的了 五郎 五郎都比較長 還有它已經是超賣得 算是厲害 超賣得 超賣得比較厲害 超賣得比較厲害 那看看上陣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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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看到 因為那個道指和恒指都開始有些 和 即是有些變數了 和 原本的數法 恒指有些不同 那所以看看量度一下那個 上陣指數 看看它是不是在這些位置有轉向 看到 拿回這裡 這個1 或者是一個 A 這樣 量度一下 就看到它轉向的位置 其實是1.618 看到它1.618在這裡 那如果它沒有再升穿 即是說它升穿 就會構成了一個 五浪 那如果它沒有升穿 它可以是一個A B B 接著是C 或者是WHY 那 它去到1.618 旗不穩 它可以是 又再穿回底 那到時候就很難說 究竟是行什麼浪 現在只知道它去到1.618旗不穩 然後就回視1比1這個比例 那 現在都很難說 它向不向好 因為它沒有收到1比1以下 因為它沒有收到1比1以下 因為如果它收到1比1以下 那就差了 那它當然又 未是太好 因為它去到1.618的位置 它站不穩 那隨時這個是反彈落 那又會再破底 所以現在都有點偏淡 現在走勢 有點偏淡 那除非它 它是先翻穿這個頂 因為它先翻穿這個頂 因為它先翻穿這個頂 它就構成 五浪結構 那是比較好的 構成了五浪結構 比較好的 構成了五浪結構 那如果它要走一個SS浪 它就要 因為這個是二重三 如果它要走三重三的話 它這個SS浪 就要是 彈回前浪的70% 那看看夠不夠 如果它不夠70% 那我又不知道現在要走什麼 下 看看70%的位置 我們就有一個 才可以翻穿一下 我覺得它可以翻穿一下 下面一看 看起來是未到的 看起來有差一點才到的 在 3 336 這支BAR最高上就是3322 那就是未到70% 這樣的話,有機會它還會再彈高一點 如果是這樣,大概在這裡 大概在這些位置 那就是說它就算再彈高一點,去到這些位置 如果未估不配合,它依然還有機會有一個Z浪在後面 如果它現在就跌穿底 只能夠當它是一個... 浪未必在這個位置開始調整 如果它現在就這樣跌穿底 有個浪應該在這個位置開始數 然後它大不夠70%,就會是一個... 而它這裡不像有五浪結構的話 就會是一個WHY 在這個位置,就會行一個WHY 到時的Y,就會去到W的90% 最少 所以看它究竟接下來這一兩個星期 看看它究竟會不會再有多個高位 如果再有多個高位,再下 起碼就設定完之後,就知道它會破頂 但如果它直接就下去,那就是由這個位置開始的WHY 如果它衝高才再下,那個就有Z來的 設定完之後就會破頂 這樣 這個上陣指數就是這樣看 看看 由於那個道指 由於那個道指都... 有些位置不穩 還有可能會有個平台浪 施的下跌 變了一個4小時圖 它可能會這樣數 因為之前在這裡都數到一個五浪結構 在這裡 看到1,2,3,4,5 那它後面這一堆,整個都可能是一個反彈浪 變成A,B,C,球成A 然後一下去就變成B 然後上去就是C 那就是這個A,B,C反彈 對應回這裡的1,2,3,4,5 就反彈A,B,C 那它沒有破頂 所以就是這樣 可以這樣數 那我看到走了5浪 然後下跌了5浪 反彈 再下 那其實可以是3也可以的 或者是C也可以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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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稍微偏淡了 那是不是就完了呢 這個... 因為看到它呢 都耐的 看到周線圖 是相對高位 其實這些位置其實算是危險的 但是如果它的浪還沒完的話呢 其實它又可以再上 所以這些位置是比較矛盾的位置 如果它的浪還沒完的話可以再高多些些 但如果它的浪結束了 或者先不管它的浪有沒有結束呢 以一個直撥來說 它是屬於相對高位的 牛驅以上 還要是比較高 相對高位 所以危險 見到這些是相對低位 所以如果是長線投資來說 在這些位置看好 等到現在這些相對高位走 就是比較理想的一個操作 那會不會說稍後它又再反覆在這些位置呢 其實也有 當然這個可能性是比較高 比較難說就是不知道它這個浪究竟還有多少上升空間 那之前是度過一個量度阻力的 在這個位置 那即是說呢 如果現在呢 看長線一點點 其實它可以是有兩個可能性的 那如果道指是... 那如果道指那個是平台浪絲呢 那其實如果跟回呢 立指跟回 就大概是這樣走的 因為走完平台浪絲呢 都要走個3 那就會上去 甚至乎不止這些位置 如果是道指走3浪的話 那也都可以是... 上到這些位置呢 然後就回到1.618 那即是說只能夠說 假設真的去到1.714呢 它應該會下回去... 1.417的 通常去2.618 其實不玩的 會下回1.618 這樣子的 那即是其中一個的... 劇本應該可以是這樣啦 那另外一個呢 都要看那個... 導致回得很深 令到一個可能是這樣啦 回市回1.618 先再上2.618 再下回1.618 那看到上個月就是... 是站穩了0.764啦 那差在今個月看看會不會回市回 那今個月剛剛是開始啦 那... 叫做都連續出了... 8個月的羊竹啦 7個月啦 叫做... 連續7個月的羊竹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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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這些位置要做調整呢 那當然就... 很難會... 感覺上... 感覺上... 直覺上... 或者說... 就很難會繼續... 很快地又會再... 拉羊竹的 那... 可能要是... 用兩個禮拜左右啦 即是半個月時間啦 半個月時間可能是... 休息一休息啦 那...要在這些位置 回市回... 0.764這個比例 那... 那... 再... 再拉回羊竹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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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線圖... 它處於... 一個... 跌浪啊... 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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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現在由該對在... 離開了... 上面... 那... 是... 就是這個0.764這個位置,月線圖 就是C了,如果是去到這個位置,轉回上面 那就是這裡是A,B,C了 然後轉回上面 那就是剛剛四小時,四小時圖數的話 就應該是A,然後這裡是B 那就是C,C就應該會穿一穿這個虛線位 就是15200多的位置 那又看看這裡上去 那如果它真的去到這些位置又上去 那就是說那個道指 道指可能其實最終都是會站穩到1比1的位置 那這個是兩個不同的劇本 如果真的道指站不到的話 那可能它會再落深一點 這個蠟子再落深一點 如果蠟子去到這些位置又馬上去 那可能道指就站穩到的 那其實那個浪還是向上 那所以就看看會走哪一個走勢走得出來 現在都是比較難說的,還有比較難看的 那我暫時覺得呢 那暫時覺得呢 都會是 啊 會試回這個位置先吧 15200多這些位置先吧 試完再上 那它也是這樣 那看看黃金 那黃金呢 看見到就 走了三重的調整 由這個位置 那之前在這裡上來 那 就有機會是個A浪的 然後B浪就分三重的調整 就是一個B浪 是個B浪 來的 我還會先是My浪 那現在就是 快速去B浪 上去B浪 所以吧 其實他最終都是去不到50%的位置 1940去不到,只是去到1941 但他也是完成了WYZ的 Z是跌穿了Y,也是完成了波浪要去到的位置 接著應該是在出C浪 在出C浪 A,B也完成了,在出C浪 C浪可以去到... 有兩個位置,有機會去到的,C浪 第一個位置是1988 因為1988他上次去不到的 那就去到1988 如果1988能夠穩 那就去2011 2011 這兩個位置都是...可以看著這兩個位置 即是下個星期 看看會不會今個星期提早出羊竹 那...都是羊、陰、羊 看看會不會是三隻羊、兩隻陰、三隻羊 又或者如果今個星期提早 收羊竹,就會三隻羊 一隻陰、三隻羊 大概是這樣的走勢 看看原油 原油就...到了阻力位 之前度了一個...用MACD浪 MACD浪所度的量度阻力位 就到了的,82.2 那...見到他還沒站穩 那...所以就... 都可以在這個比例以上看淡 都可以的 在82.2以上看淡 都是可以的 但是萬一他站穩 如果日線圖的站穩 在82.2之上站穩 那...就有機會去下一個比例的位置 下一個位置就是...84.6的好像是 對了 84.63 那...都要看剛剛日線圖的位置 站不站得穩 82.2 那就... 然後就是... 原油就是這樣的看法 那看看... 看看...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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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不會... 回落了... 日線圖 因為它到13轉。 但是已經是... 今天可能再衝高一下也不定 暫時第十二日是有高位 但今天是十三轉折 所以盡量做完這十三日的最高位 可能今晚衝高一下破一破這個頂 下一日就開始陰族 十三轉折也有機會轉一轉向 上面也有MA 這些MA也有機會做到它轉向 看看數浪方面 現在這些位置是比較難說的 自從它之前升穿了這個位置之後 還未說太淡了 因為它這裡是一二三 之前它升穿了下跌一浪這個位置 起碼這個數法就沒有了 一二三四五 因為四就不能升穿一的 最後升穿了 所以這裡這個數法呢 就排除了 排除了之後呢 當然少了一個向下的數法 就變了多了一個向上的數法 那就變了是 一二三四四 它現在就繼續反彈 在做反彈 但是它因為 上個月 收音軸 其實今個月都趨向收音軸 只不過是月頭 月頭就有機會做一做反彈 它通常會彈到它的MMA 跟著就受制 看到它暫時已經彈到去3MMA 月頭呢 看到它也是 縮回來的 有少少縮回來 去到3MMA 那差點會不會再彈高多一點 去到5MMA 才開始縮到羊竹 所以 其實就比較利淡的 現在這個月的美元指數 就應該偏低淡 看淡比較多 剛剛好月頭 8月2號 它已經試了3MMA 那試完3MMA 就有權開始又再出回音竹 再加上13轉折 所以其實都是 偏向是看淡的 也都在牛區兜了一陣 像是有機會落回紅區 這一點就利好金 所以剛剛金向上數的反彈絲 也都配合到 即是美元指數下去 跟著就金向上升 原油也有機會去到84.6 好像是 黃金和原油都配合到這個美元指數 那如果真的要下去 那這樣就 那個 這個 恆子 那 恆子 那 轉一轉去 看看恆子小撤圖 那除了恆子 如果這裡是1 2 3 4 5 那恆子起碼 那美元指數回落 起碼 可以幫到它做這個反彈 這個反彈 這個反彈 出現的機會都比較大 50%的反彈 因為這個美元指數 就應該差不多 好像回落 即是說 彈回到19,9807 這個的機會都大的 就是彈回到300點 這樣的機會都大 那 但會不會這裡 就好像是一個下跌5浪 即是推進浪 下跌推進浪 的結構 但其實會不會是一個 調整浪的結構 那這個當然就 就 就 不是說 數得太過 仔細 那 只不過是粗略數得 似5個浪的結構 那 即是最少是有反彈 如果這裡數錯呢 那 就會升分穿個頂 那 如果升分穿個頂 那會是些什麼浪呢 那就叫做 有機會是一個 就是 三浪 又再 做 二浪 在這些位置 即是 變成 1 2 三浪 又再分了 1 2 這樣 那 看看會不會是這樣的 就是 排場都是 因為 那個 三浪 是 一浪的7倍 最長時間 那 量度 可以 這裡有多少日 14天 可以是 那 可以是 可以是 九十幾天 九十幾天 那 從這裡開始 九十幾天 還有排 的 然後 然後 量度小的1浪 這裡是6天 所以 3浪 可以是 42日,42日由這個位置開始算起,的確是有排的,也是42日 就是說它現在這樣是,再來1,2,那都只有3,4,5,這樣粗略這樣說下去呢,其實都未到42日這個限期 所以這個會不會又是,就是這裡就回了一半以上,這個二浪回了一半以上,這個二浪又是回了一半以上 那這裡會不會又是回了一半呢已經是,那見到是,回了一半的,回了50%的,那所以這裡就有權是那3浪2 那就是現在走過3浪3都還可以的,就是有其中一個的可能性呢,就是會走3浪3,那如果真的這樣走呢,那就要留意了 它升上去的那個力度呢,會是跟前面這一段陽速是一樣的,那就會去,就是224的,如果是這樣,那已經是超出了之前的213的看法,所以會不會是這樣上呢,這個也是, 比較難說的,如果它真的這樣上去的3浪呢,就是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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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這樣上去呢,那就,變成了會走一個的,SS的C了,這個是SS的A,SS的B,那會走一個SS的C了,這樣子的 那就是支持位置就已經到了,就是前浪的50%,前面這個浪,前面這個浪,前面這個浪的50%,那就到了,因為50%通常都有比較大的支持,那它也是,MA也都到了,小事圖,233MA也都到了,那剛剛的一些, 1浪和5浪的比例也都到了,都幾多的,幾多的,幾多的轉向訊號的,就是這裡起碼,看到那個小事圖,也是做一個WD,那應該要勾到上去,那美元指數又有配合的,美元指數回落,就是最起碼這裡起碼有個反彈先的,會不會升穿這個頂呢,那就,就比較難說的,就起碼有個反彈先的, 所以現在就看反彈一半,也是一半的位置,很多時候波浪都是一半的,所以最終在這裡,其實也是回到一半的, 那,就,起碼短線會是,稍微看好先吧,短線,起碼可以去回一萬九千九百,一萬九千九百幾那些位置,那今天這條片一拍到這裡,喜歡可以給個like,也訂閱YouTube,我們訂閱, 也歡迎分享給朋友觀看,也可以後來將YouTube的會員,或者Patreon的會員,那我們明天再見,拜拜!